近百名新西兰部分法轮功学员 在奥克兰市中心举行纪念425和平上访23周年集会 近来在海内外讨论度极高的电影《沉默呼声》 真实还原了1999年上万名法轮功学员 到北京中南海和平上访的历史事件 由于官媒的不公正报道 加上天津公安暴力逮捕前往申诉的学员 当局提出要法轮功去北京上访才能解决问题 当时在中国估计已经有上亿人修炼的法轮功 约有万名学员自发前往北京上访 试图向政府说明事实 要求合理修炼环境 为了保持队伍的整齐 比较年轻的学员都站在了最前排 让外地和年纪大的学员轮流坐在后面 向长安街方向走 一路上大法学员或打坐练功 或看书学法 一直到长安街口都是这样 没有阻塞交通 持续16个小时的和平请愿 在时任总理朱镕基接见学员代表 双方达成协议 并承诺释放被抓捕学员后落幕 国际媒体都对这场 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 规模最大的民众集体上访 极为关注 并对法轮功的平和有序正面报道 但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集团 反而以此为打压借口 展开大规模的残酷迫害至今 说法轮功的组织纪律比军队还好 他不懂真正修佛的人 自然就会做好一切 法轮功23年来的和平反迫害行动 让全世界人更加认清共产集权的邪恶本质 发出正义无声 23年的打压并没有让法轮功消失 而且是越来越多的人通过 对法轮功的迫害 更能认清中国共产党是一样 它是什么的 真实事件成为热门影视作品 23年前的四二五和平上访 已经从法轮功群体 呼射到全世界 敲打着每个人心中的两知善念 请讨人记者 罗天厂张明竹 新西兰奥克兰采访报道